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两位当红女演员赵丽颖和杨子 赵丽颖还是杨子 谁是现阶段的抗拒女演员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赵丽颖和杨子都是当今娱乐圈 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们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 赵丽颖凭借其多样化的剧目表现和出色的演技 被誉为85花中唯一能够成功地演绎各种类型电视剧的演员 杨子则是90花中的抗拒代表 她的连续热播和备受认可的演技 让她在演艺界享有盛誉 赵丽颖在电视剧方面的影响力无可置疑 她以其出色的表演能力和塑造角色的能力而闻名 不论是年代剧、正剧、悬疑剧还是古偶剧 赵丽颖都能够灵活应对 将每个角色演绎出色 她的作品《珊珊来了》 花千古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 雨凤行等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收视率和关注度都非常高 这些剧集的成功与赵姐的出演是密不可分的 她的演技和人气将这些剧集推向了成功的道路 然而,杨子也不能被忽视 作为《九十花》中的抗拒女王 杨子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受欢迎的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 她所主演的电视剧连续热播 每一部都备受欢迎 她的作品《欢乐送香蜜》 沉沉浸如《双亲爱的热爱的庆余年》等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杨子的演技深的观众的喜爱 她能够将角色形象塑造得鲜活生动 让人们有一种强烈的代入感 对于现阶段的抗拒女演员 人们的观点不一 一方面 赵丽颖以其多元化的角色扮演和经典作品 引领了一股抗拒热潮 收视率和知名度都十分高 另一方面 杨子的作品收视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观众对她的演技和形象的认可 也不言而喻 因此 要从赵丽颖和杨子中选择一个 作为现阶段的抗拒女演员 实在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总的来说 赵丽颖和杨子都是当今娱乐圈 备受关注的女演员 她们在电视剧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 并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 赵丽颖以其出众的演技和塑造力 以及单纲复杂角色的能力而名造一时 杨子则以她受欢迎的形象和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连续热播 成为九十花中的抗拒代表 无论是赵丽颖还是杨子 都是当今电视剧界的瑰宝 她们的成功与努力密布可分 因此 无法明确回答谁才是现阶段的真正抗拒女演员 我们应该对她们的杰出表现 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赞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